诶 这是你写的方案 嗯 方向没问题 再整理一下资料 到时候方法报告是不行 好的 莫总 现在都写一下 是的 莫总 好的 赶紧进你的班 现在是工作时间 你这弄的什么样子啊 想干什么 主管 我 方案不用你交给莫总 嗯 可以了 再付一份详细的数据资料给我吧 莫总 这个详细数据不都在里边吗 莫总 这是我做的其他的剩余数据分析 还对比了近五年的数据 而且还做了市场趋势 周主管 明天开始你把你学累的工作 慢慢交给冬冬吧 嗯 嗯 莫总 这是今天要谈的项目 根据客户的需求 我做了一份全英翻译 哦 谢谢 诶 你怎么来了 这是什么 这是极客智梦软管护颈安睡枕 你最近一直加班 肩颈都僵了吧 这个枕头可以很好地支撑起你的颈椎 让肩颈肌肉得到充分放松 睡起来比普通枕头舒服很多 这个枕头有什么特别的吗 当然不一样啊 它外部是慢回弹记忆棉 那里是PE软管 睡起来很软 但不会塌陷 而且结合人体工学设计 可以更好地贴合颈部曲线 只有足够的支撑和承托 你的肩颈才能在睡眠时 得到更好的放松和休息 这材料摸起来还挺舒服的 走吧 送你回家 嗯 超凡阶段项目交给冬冬 你们就这样 穆总 还没下班啊 我在核对资料 后天见客户我有点紧张 别紧张 我跟你一起去 一点半 再回他等我 一点半 主管跟我说的是五点二 走吧 回家呢 嗯 对了穆总 最近状态很好啊 我用了你给我买的那个安睡枕 能一觉睡到醒 身体特别舒服 那就好 我们公司本来有副总的位置 一直是控制的 我朋友东东 让他接手你的位置 是为了提拔你做准备 你自己去理解我